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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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医馆大赛 关乎本馆荣辱 这次要你代表出赛 一定要密压群衣 嫌我医馆升威 明白了吗 谨遵师父教 草堂师兄 你在干什么呢 我在解剖啊 活人不能解剖 只能用死的动物来研究 可以研究的东西那么多 你为什么要拿小白兔来做研究呢 人有五脏六虎 齐精八脉 我所知道的只是凤毛玲角 如果不加详细研究的话 以后怎么依人呢 可是这些 对了 你来干嘛来了 我 其实 生日 我想 你说什么 不如 我们出去说吧 那可不行 马上就是天下医馆大赛了 师父对我寄予很大的厚望 我要努力准备 不可以分心的 饭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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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吃啊 给我吃啊 别着急 今天一姑约了街坊去打马钊 所以就派我来送饭了 平常的 多谢啊 幸福的 来 小猪 过来坐 怎么没有听到王九叔叔的声音啊 你说师父啊 师父他一早就跟苏米出去了 好像是说去观察比赛的场地去了 观什么场啊 主粮吧吧 比赛的场地啊 就叫三阳祖坊 这次啊 我这是要亏了 真难得 你连亏斑的事都做啊 这次不同啊 这次我全情投入 希望可以赢一时大的 先贵后赚嘛 他真是花了不少的心血啊 从早练到晚呢 你看 练得我浑身是真恐啊 我为了扬名立万 赚到更多的钱 我已经很用心的去研究医术了 总之 我一定要出人头对 你一定行的 哇 真不公平啊 为什么你碗里的菜比我的多呢 是吗 看看啊 我真不明白 大家都这么辛苦 你的待遇就比我好啊 小猪对你真好啊 不是不是 只不过是你自己肚子饿了 吃得比他快 所以你觉得他的菜比你的多 就是啊 你自己肚子饿了 不知道自己吃了多少吧 不是啊 我总是觉得小猪他对你比我好得多啊 只是错觉 错觉 那可能是错觉吧 喂 给我两块肉吃啊 给我两块肉吃 你什么要吃我的啊 你的比我的多啊 那我才不跟你呢 你的肉多啊 给我一块嘛 好 你喜欢真切啊 给我一块 给我一块 麻烦让开啊 草堂师兄为什么不明白我的意思 麻烦让开啊 其实我的要求并不过分 我只不过愿意靠近他一些 听到他的声音 知道他有多辛苦嘛 仅此而已 那麻烦你可不可以先让开呢 平常 草堂师兄的事你答应过帮我的 你还骗了我一窝鱼翅 还要我给你按摩 你现在想反悔啊 不是啊 小姐 我也很想帮你 可是呢 你一天三小烦 三天一大烦 你现在搞得我也很烦呢 你帮我我就不会烦 我不烦我也不会烦你 你也就不烦了呀 是 可是我 我要参加比赛 比赛非常忙 不如这样吧 等比赛结束之后呢 我就功成名就飞黄腾达 到时候我再慢慢的帮你吧 要是到时候还能记得你 你现在就帮吗 你先别烦我了 你一定得帮我 你先别烦我了 唉唐唐 你怎么会在这儿 毕童 开门了 毕童 骗子 懒臭草 林叔 我知道你好闷 我也很想陪你 不过马上天下一馆大赛就要开始了 这个比赛对我们都很重要 所以这两天我真的不能陪你了 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 只要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就够了 快走吧 快呀 你带我到这儿来干什么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以后再来陪你好不好 你给我半个时辰 半个时辰就够了 怎么跟你说都说不清楚 草堂 到底是比赛重要 还是我重要 以后有时间我再陪你吗 你会后悔的 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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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让你们这样做的 就是刚才的那个姐姐 还有这个 说是过几天给你比赛用的 大家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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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跟我走 走 走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你,草堂师兄 不用客气了,苏文师妹 我真的不知道原来你心里这么在乎我 其实你不用送会儿给我的 只要你心里有我,我已经很开心了 谢谢你,草堂师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听着 所谓心道,是让你随心所道,随意所道,随机应变 你别老那么死被输嘛 那你不早点说,雪人家走包袱,还抖这么大的,在那时耍我嘛 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是跟你说过这叫秘诀吗?所谓秘诀就是要似通非通,你想什么事你绕个弯不就更像样吗?这个我没教过你吗? 正经病 不过不管怎么说,你现在总算是马马虎虎可以参赛了 平平好棒,平平好棒,平平好棒,平平好棒 平平好棒 平平好棒 别让你们这么开心了 我只是说他可以参赛,没说他可以赢 你看现在这火花,最多就是个志在参加 希望你的天真有器都这样 师父 完成了 这师父刚刚研制出来的一种新药 你看看,里边都有什么药材 龙骨,麝香 白头翁 还有 雷丸 你干嘛呢你 你根本没有用心 凭你的本事 不能看出这种药来 你就是没有用心的好好洗练 对不起师父 弟子 弟子只是昨天晚上没有睡好 所以心神不宁 不过您放心 我已经一切都准备好了 明天一定会独亏而归 曹唐 要想成大起之人 不骄不傲 就算你有十足的把握 也不能掉以轻心 你父亲 你师父 两代的名声 尽在此意 你绝不能有所差池 明白吗 弟子明白 怎么样了义姑 平常大哥他怎么样了 哎呀状态非常好 哎呀 草阳医者的功劳 二则弘扬 我们天朝之国际 有道是不为良相 当为良医 这次比赛有三个回合 每个医馆派一名代表 参加淘汰赛 医术精湛者回胜 这第一局 第一个回合是采药 在药山上已插满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草药 各参赛者需默念赛会提供的草药名单 在限定的时间内 于药山上采到正确草药 并到达终点者 可进入第二回合 开始 开始 再次 咳哩 啸哩 咳哩 咳哩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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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开放了 太好了 你蛇色案子是医学祖毕啊 我给你开一副礼器条啊 下一位 我看你是新火抗盛啊 不过不要紧 最近睡眠好不好啊 我给你开一点朱砂安神丸 一天三次记住啊 第二回合是真术 台上各同人上也有不同的疾病名称 进入第二回合的参赛者 居于同人身上 与治疗该病的穴位时针 完全正确者可进入第三回合 我认为你不需要一次性能做到的 就等了你 进入第一回合的参赛者 对了王大夫 今天不是你的徒弟参加什么 医馆大赛的日子吗 你怎么还在这里看病 不去支持他呢 那块料啊 学什么只是学一半 我就去支持他了他也赢不了 我今天邓医师要呢 就全当是支持他了 没什么玄机啊 我这有现成的手舞汤 你拿回去啊 一天两回 下面进行第三个回合 这第三个回合呀 是诊治 这两兄弟 同样换的是反胃操杂 你们如果有什么要求 可以随时提出 谁设的诊治最有效 谁就当属第一 现在比赛开始 你们俩这样是没用的 因为他们俩吃什么都会痛 哇 那怎么一样 龙伯啊 你现在还是气血很虚弱 腰骨也不太好 我给你开了点天王补心汤回去吃 你铺子里的活呢 太重的就不要搬了 干活的时间也不要太长 知道吗 知道知道 多休息啊 多谢你啊 多客气 慢走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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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来的早晚要来 心道是随心所道 随意所道 随机应变 为以白凡 硫磺二量 朱砂一分 配以茯苓 肉桂 沉香 以火熏香 让病童吸入体内 发挥药性 以达疗效 我用挡参三两 母丁香一两 加上熟地 山药 丹皮 泡在热水里 让小孩浸泡 那药性就可以 从皮肤直接渗进皮内 医病 这是什么东西 哥 前秋 你替我去宣布吧 现在宣布 经过评判的诊治 两位病童 病情都有好转 所以 天命医馆和王九医馆 打成平手 我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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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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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平常 跟那位小孩玩得满身大汗 才放进水里 血气 欲行畅顺 吸入药性 会更快更好 平常的疗法 会更有见效 草堂这次 其实是继继继继续一场 平常 现有人告发王九 无证行医 医馆照例查封 依据赛例 本公公撤销你的参赛资料 正公公公宣布 这次天下医馆大赛的最后结果是 由农草堂代表的天命医馆获胜 有没有搞错呀 怎么可能连注册都忘记呢 现在好了 医馆呢让人疯了 以后不用再疑人了 还有啊 你无诏行医 这辈子你也别想再注册了 那怎么办呢 以后都不能医人了 没工作了 没工作了 说完了没有 当然没有啊 要说的话 我十天十夜都说不完 只不过我现在说的嗓子都疼了 我歇一会儿 一会儿再给你继续啊 医馆好像是我的吧 医馆被人封了 应该是我不高兴吧 你应该安慰我吧 你为什么撑他们大气呢 是我不对 是我不对 师父啊 正所谓人生不如意 时长八九 对 你节哀顺便吧 正所谓留得医术在 哪怕没病人 是不是啊 我说你这是安慰我 还是虐待我呢 说是这样说 可师父除了医人之外 什么都不懂啊 师父 那我们以后怎么办呢 就是啊 以后怎么办啊 医馆 它就是个建筑物 别人能封得了咱们的房子 未必能封得了咱们的心呢 你说什么呢 各位都在这儿呢 你还好意思来问 都是你这个臭家伙不好 不只是带着人来封铺 还害得他不能医人 弄得我血本无归 这就不行 你敢打呀 我 我也是奉命行事啊 出饭封铺 再犯可要坐牢 发配充军啊 还要没收家产呢 喂 有命那么严重啊 他医院的规定 我有什么办法呀 你要去哪儿啊 我在这儿没事儿啊 我无聊 又没有病人给我医 我就 我就采药去 采药 采什么药你 你是采花吧你 少阳 在 郑大元那儿怎么样啊 郑公公非常生气 他说王九这是知法犯法 这是对大明法律的不尊 更是对皇上的不敬 他还说 王九如果再犯 必定重罚 好 真好 大人这招可真厉害 难怪大人要千方百计的 逼王九参赛 哼 我说的没错吧 我们会不费吹灰之力 就让王九 永远不能翻身 老唐 师父 这么晚了还在这儿用功呢 师父 一直以来可能是因为我是农金贵的儿子 又是你徒弟的关系 大家都很抬举我 我也很自满 可是今天一战 我才知道自己的不足 你说的是平常吧 师父 有一句话你可能不愿意听 不过我还是想说 你那天不应该把平常逐出师门 你这是说为师做错了是吧 操堂不敢 我觉得平常真的很有天分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有这样的成绩 而且他医病的方法的确是另辟蹊径 今天的比试真的不是很全面 所以我还是觉得我输给了他 天分好像就是一把剑 用好了可以杀敌 用不好会影响你的内功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的水平不错 不想打好基础了 可是医病的方法有很多的途径啊 不用讲了 你看得很清楚 王九就是利子 他是自食其果 我希望你们师兄弟当中啊 都安安分分的 我教什么 你们学什么 一切事情都不要管 听懂了吗 是 真是气死我了 本来可以赢的 倒霉 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小孩子 你不至于这样吧 真是输得不值啊 输得莫名其妙的 要是堂堂正正既不如人 那也就算了 可是 长这么大都没有试过 做一出好戏给人看 哪知道 你不要误会啊 我只是说刚才玩狮子 我知道 要不然你以为我想的是什么呀 别说那么多了 这条挺棒的 给你吧 你快点拿着吧 你看你呀 什么事都吃亏 难怪那给浓什么糖不理你 你找死啊 你这么粗暴啊 怪不得没有男人喜欢你呢 不许你再说这个死色鬼 好好的 你干嘛骂我死色鬼啊 那我问你自己 你还不够色啊 我 喂 你不要太过分啊 老姑娘 信不信我砍你啊 你以为我怕你啊 死色鬼 老姑娘 你个死色鬼 死老姑娘 你用什么东西来踢我 你这样我当然踢你了 我问你用什么东西来踢我 踢人当然是用腿了 腿 我可以走了 神医啊 我可以走了 你看 我的腿好了 你的针灸真厉害呀 请收我一拜 大哥你救救他 救救他呀大哥 你救救他 各位 不要相信他们 他们合伙用假医术骗人 骗人呢 有机会医人 就应该好好地珍惜呀 你说什么呢 我只想跟你们说一句 不要侮辱医术 臭家伙 打 再这样的话 我就给你们报官 没事吧 人当为什么 肚子有点不舒服 怎么了 我肚子饿了 走了 面来啦 老板再来一碗 好嘞 我真是挺佩服你的 没办法 我现在没有收入 一天都吃不上一顿正经的 我不是说你这个 我是说你的医术 想不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你就可以进步到这个程度 佩服有什么用啊 现在医馆被人疯了 相医也不能医啊 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吗 不知道啊 我本来就一无所有 现在呢 我还是一无所有 就是这样 真的舍得就这样放弃吗 有什么舍不得的 不能在医馆里医人 那就跟一姑再去骗人吧 反正都是医 喂喂喂 不要侮辱医术 可是你说的 喂 你可别冤枉我啊 那可是你先说的 只是我觉得这句话 蛮有力蛮帅蛮好听的 所以有时候呢 就借来用一下嘛 平常 我倒觉得你应该去求求师傅 听听他的话 或许他会 免了吧 我说的是真的 至少你去试试 就有一半的机会 否则的话就没有 我不是担心他不肯收我 而是我不想拜他为师了 我倒觉得你们之间 只是误会而已 哎呀 不是这个问题 只不过我在想 我这一辈子啊 除了王九之外 我是不会再拜其他人为师了 现在不会 以后也不会 平常 什么事 什么事 是不是熬药啊 好啊 让你们见识一下 熬药小神童的厉害 哎呀 医馆都让人疯了 还熬什么药啊 知道就好了 没事 就是饿了 想让你弄锅粥来吃吃啊 弄你个大头鬼啊 厨房里现在连一厘米都没有 没你做饭啊 那不如 弄点鱼翅吃吃吧 哎呀好好啊 马上 快点啊 哎呀很快很快 马上啊 非常的快啊 呃呃呃呃呃 去 哎呀 用药要知冷热 虚而欲吐 加人参 虚而多梦 就加龙骨 虚而大热 就加黄旗 冷则用紫石鹰 小草 热则用 杀身 龙齿 哎呀 不能依人 游手好闲 闷死人了 听说你没百事之前 就过这种日子是吧 是啊 你学医就是想赚钱是吧 是啊 那你现在赶紧出去找点别的工作 去赚钱呗 好啊 呃不过我要是重新学一门新的东西 那岂不是浪费了我的宝贵青春 哎呀 我小的时候啊 一闻见药味就会头晕 可是现在如果闻不到 却觉得不舒服了 现在喜欢当大夫了 你开玩笑吧 我喜欢赚钱 只不过 只不过是习惯了 啊 还有王大夫 来了 老伯 老伯 你来这儿没用啊 我们医馆现在被人疯了 不能看病了 你去别的医馆吧 我们没有病啊 不过闲得无事 聚在一起聊聊天 这没问题吧 没问题 嗯 你们自便啊 哎 哎 去吧去吧 咱们小姐姐 玩得开心点啊 对不起 我以为打了苍蝇呢 挺大个儿的 哎呀 你说啊 这是像什么呀 是不是比较像 街坊福利会啊 呦 怎么咳嗽了 看大夫没有啊 看个屁啊 看病那么贵 便宜得又治不了病 吃了几副药啊 咳嗽得更厉害 可惜我们不能给你治病 幸福幸福 我问你啊 人如果要咳嗽 那怎么医呢 咳嗽啊 要分谭与生 谭生具有肺脾经 没听到咳嗽声 我怎么知道啊 嗯 你看我干嘛 你要咳嗽我呀 哎 如果咳嗽 沉细带数 那就是火急重啊 是不是啊 哎 那怎么办呢 所谓咳嗽 就是阴风成肺 胃义相咳 口干喉咙痒 不是不是 你别老讲理论 我是问你怎么医 我知道我知道 那弄一碗二尘汤 再加上麻黄杏质 不就行了吗 对了 不过咳嗽这玩意儿 它是属于四气 跟着石令走 那么有个糊涂蛋呢 它得了火咳 它不知道 其实火咳就是声多弹少 五更多咳 没错没错没错 你怎么知道的 我们师徒几个聊天呢 关你什么事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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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话说回来了 这糊涂蛋 它属于什么咳呀 哎呀 照我推断 它是火咳呀 那火流沸中 要是想医的话 就用点火白散 再加一点点织母 那就更好了 可是我晚上才咳呀 我说你还真爱打岔 有些人黄昏多咳嗽 那是火不余废 千万不可以 用纯粮的药 哟 小兄弟 好 那你说该怎么办呢 二神汤去半夏 加贝母五千 再加三千黄旗 八分桑白皮 也不错 没错 没错 到底该怎么 我们在聊天 又插嘴 对不起 幸福师弟 我来考考你 被母放在哪了 左手边第二行第二个 没错 没错 那些桑白皮和黄旗 又放哪了呢 右手边的第一行第二个 不对 是下面的第三个 第一行第二个 第三个嘛 第一行第二个 第三个 第一行第二个嘛 哎呀 好了 你们是不是想玩死我呀 是这样 按理说呢 那上头地牌呢 第三盒就可以了 但是 如果是好朋友咳嗽的话呢 我会外加一副友情药来送给他 那就是下头那一牌 中间那一堆 哎呀 还是你够朋友啊 啊 中间那一堆啊 不会吧 哎 会的 会的 哎 登场 那不是巴豆吗 那就对了 拉死他 这次东西啊 带人来封我们的馆 今天不报仇 老天爷就没张眼睛啊 嘿嘿嘿嘿嘿嘿 好 谢谢了啊 那我先走了 好朋友 哎 咱们把话讲明了 我们今天这是聊天啊 对啊 就是聊天啊 你们从来没有医过我 这些药啊 都是我自己偷的 跟你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嘿嘿嘿嘿嘿嘿 哎 苏敏老兄啊 你好像忘了点什么东西吧 我又忘了拿什么药了 哎 不是药 哎呀 你也知道 你这个人呢 记性不太好 你刚才好像丢了 丢了钱吧 丢钱 啊 诊金啊 你们从来没有医过我吧 我这个人呢 记忆力不大好 经常丢钱 这不是 我又丢钱了 可是我又忘了 我走了 原来医人也可以这么开心呢 喂喂 你千万不要胡说 医人很麻烦的 还是我们聊天聊得开心呢 哦 对对对 哎呀 对了 草堂师兄 你怎么有空来看我们呢 没什么 只是想来跟你聊聊天 研究一下医术问题 哎呀 那太好了 我现在正是无聊着呢 可以跟你聊聊也行啊 不过你要记着 医馆呢 不是在一间房子里 也不是在一块地方 医馆 是在我们心里的 哎 干嘛脱了我的话来说呀 啊 接来用用嘛 哪算偷啊 不问自取就是偷 哎 王大夫啊 刚才我碰到苏米 他把你们刚才聊天的事啊 都跟我说了 你告诉我你有病呢 干什么呀 我现在又不能给人看病啊 这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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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伯啊 何伯啊 我有智漏 救救我啊 我有智漏啊 哎呀 快点啊 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啊 他就是这样给人医病的 是啊 现在奇门如是 如果他这样的话 我们也拿他没办法呀 不要恋的东西 非得跟我作对 那我也不客气了 找个机会 我要他永远也翻不起身来 哎 你这大姑娘 翻过的书我怎么卖啊 快给钱快给钱 哎 你你你别扔我 我心情不好 你不给钱 我不让你走 你再扔我报关了 你讨厌的 快给钱 雷叔 雷叔 哎 干嘛呀你啊 小非礼啊 对不起啊 四色鬼 小达师兄 素贵 我经过这里 看到这套针灸的针 特别精致 所以就买了 啊 送给师父的 他现在在医馆 你去吧 哎 草堂师兄 啊 没什么 你是不是特别讨厌我 你怎么会这么说呢 你是我师妹啊 难道 只是因为师妹吗 其实 我 我 啊 算了 哎 你是不是 已经有心上人了 你怎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 你以前认错我 刚才又认错别人 本来看你很开心的样子 突然 突然又垂头丧气的 其实 我也不知道 有一个人我得罪了他 可是他始终都没有出现 我只是想跟他说声对不起 都没有机会 我 我 我只是误会了他 我 哎呀 我连自己说什么我都不清楚 听人家说 你这是因为谈恋爱的原因 谈恋爱才会这样的 你心里想着他呀 有时候会魂不守舍的 有时候你会傻傻的笑 有时候 你会皱着眉头 看样子 你是真的喜欢他 恭喜啊 我也不知道 对不起啊 有什么对不起的 这件事情 我应该很开心才对啊 你放心 像你这么优秀 他 他一定会和你很好的 我不说那么多了 太打扰你了 我先走了 再见 爱 爱像一只狼 为家人放过神话 假如故事玩笑 请你把你咬伤 爱情的思维 从教育构想 浪漫加上航将 感觉很乱想 感觉很乱想 不要再被火烫 不要再被火烫 不要被我结霜 天气变化无常 让人不胜伤 默默闭上眼睛 希望再遇上 爱情带主 请以我创伤 爱情带主 请把我照亮 爱情带主 别把我喝一汤 不要再把 缘分的梦一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